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在华人在非马来文的媒体之上 几乎完全没有这个课题的影子 完全没有 其实在有足同胞 在TTKM 我每次说TTKM是一个很pro政府的专业 但是他有时也会骂一下政府 但他是很pro的 然后是很多几百万有足同胞 followers的一个很大的专业 这个事情吵了好多天了 然后不止他们在吵 好多人都在吵 就是什么事情 Muda在水灾的时候 很吉利的震灾 包括塞沙迪也有很多照片被拍出来 去帮忙然后满身泥浆的 然后在那个震灾的时候 救灾的时候 就有一张照片流出来 有三个人 两个人还是三个人 穿着Muda的黑色衣服 就是像这样黑色衣服中间是Muda的 然后在自己的家里 不是在酒吧 不是在外面 在自己的家里喝啤酒 桌上有好多啤酒 然后几个人就这样子 在那里喝酒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你要找洪律师的喝酒照片 洪律师跟独有喝酒的照片 洪律师在外面喝酒的照片 你找可以有很多 这个Muda被拍喝酒的照片 是在他们自己的家 而且也不是塞沙迪 也不是穆斯林同胞 就是这样子一张的照片 然后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像我刚才所说 有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 很没有问题的事情 竟然在这些有族同胞 这些propaganda machine 就是宣传机器 大力推广之下 被炒作成一个课题 然后塞沙迪还要特别出来澄清 是什么课题 一开始他们摸黑什么 Muda都是喝酒 包括塞沙迪以前也有给人拍到 在pub里面 一试喝酒 年轻的时候 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们先摸黑 你看Muda 就是这一群人 都是喝酒 这些东西 一开始这样子摸黑 然后这样子摸黑 他们发现 效率不是这么大 年轻人喝酒 你非穆斯林喝酒 有什么问题 接着他们就开始摸黑 遥传 那Muda在叫穆斯林喝酒 一张很普通的照片 可以延伸出Muda叫穆斯林喝酒 Muda是没有 这个Akida 没有这个教条的档 然后排不用紧 在接下来更荒谬的 都有说这些酒 这些Muda的人在喝的酒 放在桌上那么多酒 是用赠债的款项来买的 款项被滥用了 看到吗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 现在的情况 而且他们越来越聪明了 我刚刚有提到 这个课题在华人的 社群华人的媒体上 几乎是销声匿迹 也没有人去谈论的 因为像我现在这样分享出来 大家就会知道 有什么问题 很荒谬的事情 你这样子打这个课题 只显得你自己很low 只显得你没有东西 可以攻击Muda Muda只有这个可以给你攻击 那我们要支持Muda了 可是没有 他们就用这种 分而自知的方式 这个就是种族性政党 包括以前英国统治马来西亚 为什么他要分出来各个族群 就是因为要分而自知 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不同的族群 很可悲 马来西亚现在还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一个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的事情 竟然可以被炒作到这么大 然后赛萨迪还要出来澄清 他们是菲穆斯林 然后酒是自己买的 不是用我们赠债的款项的 煞有介事的来讲 就可以发现他已经有一定的效力 已经有一定的功用了 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事情 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马来西亚 这个就是我一直所说 我们没有种族关系法 西蒙本来想要制定 但是没有制定成 然后国阵肯定是不会想要去制定 但这个是我们要推的方向 所以我一直说 西蒙说他们22个月执政做得不好 导致他们现在失去支持率 这根本是不合逻辑的事情 为什么 西蒙22个月 你看现在西蒙失去了非穆斯林的票 本来是铁票 我们在马六甲 在沙拉越都看到 非穆斯林的铁票 不出来投票 或者是不投给他们 给人分散掉了 所以你以非穆斯林的角度 以华人的角度 直接一点 以华人的角度来看 22个月的西蒙会比穆尤丁的国盟差吗 会比沙比里的国阵差吗 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们还是完全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不愿意承认是他们下野 洗来灯之后一连串错误的情况 把作为在野党的遮羞部都丢掉之后 才会有这样子屡战屡败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是最可悲的 所以你看当大选临近 当大事情发生 这种各种各样来洗脑你 来带你风向的事情就会发生 还记得我上一期直播有讲的 TTainment奶嘴奶头娱乐 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把你的注意力从一些小事 很荒谬很荒诞 根本不成立的小事上拉走 那你就不会去看 不会去注意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了 所以这个是执政方他们一直在用的手段 大家必须要看清这个事实 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情况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要监听哲明 要自己思考 不要人家spoonfit你什么 你就相信 包括很多读友发给我说 如果你走了 你的join户口在广传 join account 你没有赶快去拿出来 你会要宗教局 宗教局回教伊斯兰教的组织 会把你的钱冻结起来 然后你要拿回你的钱 你要给他们500块 这个是假新闻 除非你是穆斯林 不然宗教局是不能插手的 我们政府有一个叫unclaim money 有人走了 他的家人没有来claim这个钱 这个钱在7年之后 就会进入政府的户口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查 你有没有这些钱在政府的户口 或者是你的亲属有没有 你可以去claim回这个钱 这个跟宗教局是没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这个新闻 会在华人非穆斯林管传呢 目的是一样的 要挑起你对政府的愤怒 在这件事情之上 你看我们华人的钱 要去到宗教局 然后宗教局要给我们收钱 我们才能拿 还要挑起你的愤怒 引起你的恐慌 然后来获取利益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看清楚 这种风向 这样子的情况 我举出这个join account的 传言 谣言 是要给大家知道 大家不要有superior的感觉 哎呀 都是马来人容易带风向 都是有族同胞不会思考 其实华社非穆斯林 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一直讲 你不要只认为是马来同胞 或者是马来政治人物 有种族主义 其实华人一点也不会输 华人的政治人物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 最重要自己思考 监听责民 随随随随随随随碍万事都不愿 白夜星光浮归满人间 每条大街肖像 每个人的最理 见面的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何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 百花开的更娇艳 菜山来 菜山把门开呀 菜山来呀 菜山来呀 把门把门开呀喂 金银菜宝滚滚来呀 金银菜宝金银菜宝滚滚滚滚来呀喂 菜山到 菜山到 赵菜金宝 菜山到 赵菜金宝 菜山到 菜圆滚滚 菜圆滚滚 今年一定打打 赵菜圆滚滚 菜圆滚滚 今年一定打打神